寻春秋 寻找历史的足迹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寻春秋 近代以来 由于晚清政府腐败无能 在西方列强的入侵下 华夏民族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 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威王 在战场上涌现出众多传奇将军 他们在战场上立下的赫赫战功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 建国后这些战功标柄的将军 他们为了不给国家添麻烦决定隐姓来名 比如接下来为大家讲述的这位传奇将军张国福 他的将军身份也是在记者等媒体的曝光下才公众于世 张国福将军出生于我国的吉林渔树 年近15岁的他便积极参加解放军 由于他在军队中善于学习各种军事技能 张国福将军在三下江南 辽省战役等著名战役 并下了许多军功 年近19岁的他便收到了主席的接见 并且参加了第一次的全国战斗英雄的代表大会 由于张将军在1951年的隐私战斗中负伤 最后不得已接受治疗 医生伤病的他最终回到自己的家乡 他回到家中以务农为生 他的战斗英雄的身份也不被人们提起 成家后的他甚至家人也只知道他只是一个军人 在他退休之后的日子 张国福却突然患病 而治疗的费用成为了整个家庭的重要负担 他们甚至无法支撑 而这个时候他的儿女们却被当地的老人告知 他的父亲是一位战斗英雄 经过他们的努力 张国福老人的身份直接轻动了军方 最后被接到了北京地区301医院接受治疗 甚至在治疗期间 许多部队的领导多次探望 让张国福非常的感动 据张国福表示 他之所以不想回到部队 那是因为他的眷友早就已经不在 而他留他的话 是在享受他们用生命为他带来的荣誉 所以他才一直不愿使用自己的身份 而是凭借自己去创造和平生活 最后张国福老人在医院中去世 享年67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评论收藏转发 我们会更加努力提供优质历史短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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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